剛才都說到六中全會 會根據市場的情況 會不會有些調整 對經濟政策上 你會不會真的憧憬 放寬銀巾 因為放寬銀巾有兩個意思 第一就是那些內房企業可以借到錢 第二就是那些消費者 起碼借到錢去買樓 你覺得內房有沒有機會重生呢 其實這個問題就相當複雜 因為看回其實現在很多 比較細小小的內房 出現所謂的債務問題 或者看到債價大跌 就不是說本身他們只是 債係自己的票據 或者表內的負債出現問題 譬如以佳少業來說 或者之前恆大的例子 其實他們都說有很多表外 去做一些信託的貸款 或者自己發行一些理財產品 那部分都是說有機會是對付不了 變相大家在計算方面 之前就覺得 有些可能合乎三條紅線 譬如說以佳少業為例 其實如果你說 只看表外方面的債務 就不是說真的很嚴重 但如果你說計算表外方面 究竟發了多少信託 多少理財產品 大家的數字都真的不得而知 當然那些行有自己的估算 但很多時候都可能是低估了 所以變相當這些隱形債務 都真的出現問題繼續燒下去 那問題就有機會 比想像中嚴重 所以可能內地那邊都感受到問題 那幾乎都要跟他們談 開一些座談會 看看有什麼解決 結果你說在座談會上面 似乎都有一些聲音 就覺得剛剛你看到 就希望一些國企 一些央企幫忙 接管他們一些資產 因為你看到之前 譬如恒大方面 他打算套現去賣物館業務 都一波三折的 都最後是未賣得到的 所以你說接下來 會不會真的可能一些 大型的內房企業 特別國企背景那些 都要肩負這個所謂的國家任務 去接受一些有問題的資產 或者可能一些小規模搞不定 那些項目出來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辦法 另外你說說銀根那邊 剛剛提到我覺得 是真的有機會鬆綁 至起碼如果你看回 由這個月頭 或者應該上個月中開始 都見到內地的一些城市 就開始叫一些銀行 就加快一些按揭貸款的審批 特別你說對於一些居民 是第一次買樓 或者買一個所謂的手套房 那基本上就快了很多 還有看到利率 都有個下調的 但是你說對於一些 那些本身內房企業的融資 那個貸款 暫時的銀行都比較緊 這個就不是說 你政府給不給他們借的問題 而是說那些銀行 本身見到你的公司 都好像是藝妇 譬如你說現在介紹業 都有機會 很多債都還不到 那給著你是銀行的 你都不想在這個時刻 再借錢給他們 所以這個就牽涉到 現在本身那個銀行的借貸 異辱問題 那這方面 除非你說政策那邊 是強制要求那些銀行借 否則都比較難搞些 所以你說接下來 要救這些內房的時候 我覺得你說一些大型的 或者那些本身穩健的內房 問題就不大 只要你鬆回一點點那個樓市 別人買到樓 你可以套現到的話 你的資金樓就可以很容易解決 但對於那些本身 現在已經有很多債務前薪 短期那些都還不到的話 其實要想辦法救他們 是會有一些困難 所以你看到近期 其實最多的聲音都是說 叫他們自己賣資產 就希望透過自救方式去處理 所以你說他們接下來 能不能夠自救成功呢 那我覺得變數都真的大 還有我的看法 都不是說真的叫這麼樂觀著 是 是的 那他們都要想方法去處理 有些就好像很危急 還有就是有些聽說 很多內房的那些老闆 其實在香港買了很多樓 是的 要自己顧 是的 是的 有些分就說 已經拿著幾個山頂豪宅的鎖匙了 是 有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